柏林的同事和他女朋友回国 在我家借住了几天 害得我都在公司睡了几天了 明晚终于可以回家睡个好觉了 秦先生 您等等 您看这蛋糕是不是您的 我看这上面有你名字 您什么时候收到这个蛋糕的 这不是收到的 是今天早上我们巡逻的时候 在楼下门口捡到的 我看那个 有你名字 这不是等你下班 给你送过来 谢谢啊 不客气 那个剪刀手机这样了啊 没事 来 见 我这有两份合同 需要你签个字 这种东西你让小赵拿过来就行了 你不用自己跑一趟了 静春 我一会儿要 喂 正浩 你刚刚说是不是有个电话会来着 行 那你在那个钉钉上先分享一下文件吧 喂 宋总 嗯 好 好 你说什么 什么电话会啊 没事了 你忙你的吧 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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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进 叶南哥 你的手机落我那儿了 有人找你 好像还挺急的 你是睡在办公室吗 别提了 都睡了三天了 三天 你说这干嘛 喂 AZER 刚刚在忙 明天的飞机 你跟你老婆走归走 记得把我那家收拾干净了 不然我去德国有你俩好看的 行 行 那我今晚给你们俩践行 行 先挂了啊 柏林的同事和他女朋友回国 在我家借住了几天 害得我都在公司睡了几天了 明晚终于可以回家睡个好觉了 对了 我生日那天啊 在一个路边摊 吃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小馄饨 我怕我忘了特意打了卡 有时间带你去 你肯定喜欢 怎么了 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没有没有 叶南哥 找个时间 我给你补过生日吧 好啊 生日没吃上蛋糕 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相遇 你 是